谢赫 创造对象的内在精神和画家的情感和思想 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用色 以及构图和摩写作品等 主要精药如下 一是气韵生动 二是古法用笔 三是印物相形 四是随类副彩 五是经营位置 六是传疑摩写 下面就引用清代花鸟画大家运售品的 百花图卷 进行六个方面的美系 首先 作者的技法笔墨形态 融入了内心雅致平静的格调 借物打动献赏者的情感 使人看了 辩觉内心平静 这就是其一 气韵生动的表现 其次 百花图卷采用了运售品独创的墨古法 用颜色代替墨色 这是其二 古法用笔 运售品以写生为基础 对真实的花卉观察入微 极力磨血 形似真实 这就是其三 应物相形 整幅画摄色清新淡雅 点染病湿 用笔工整 辐色明丽 有一种清新简易的韵味 这就是其四 随类 副彩 画卷描绘了几十种花卉 净显构图的自然和谐之美 这就是其五经营未知 我们观摩鉴赏大家的名画 提高审美和创作水平 就是其六 传一磨血 宋代郭若虚评价说 六法经论 万古不已 从南朝到现代 谢赫六法被运用着 充实着 发展着 是中国化美学的重要元素